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校长 哈,很难得 今天不是盲盒视频 而是一期临时视频 校长很久没有光潮时间 在超市里看到了两个这个东西 你看 过宫,食品,年龄一款,奥利奥 两种口味 第一种,立香玫瑰高风味 第二种 蜜质红豆腥风味 看这个包装 哇,它真的就是让人不得不买的包装 上面有两个古典美人 有可能是出自哪个名画吧 但是,说校长,真的不清楚 你看 郑的心意 娃武故宫人民 我是,本来我没有打算拍测评的 但是我吃了之后 我打开了一袋 吃了之后 我果断决定 跟大家推荐一下 看这两个小美人 哦,古典美人 OK,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这个 这个,立香玫瑰高风味 立香玫瑰高风味 打开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内包装也非常有心意 上面写着 郑实在不知怎么疼你 武汉武就是一部 霸道总裁 霸道皇帝的作风 而且这个玫瑰高风味 你看旁边还有一个 小故事一样的 过宫林小五 锦段落东风 历代宫廷皆爱玫瑰风味 康熙就是一个玫瑰男孩 哇哦 尽管宫中争相无数 他却独懂钟情侣玫瑰风味 宫中饮食 也多见玫瑰风味 其与荔枝风味的搭配 更是备受喜爱 哦哦哦哦 玫瑰男孩 我的天 来,现在吃一口玫瑰口味给你看 我这里开了一袋 你看,玫瑰口味的夹心就是那种 粉粉的 就像玫瑰高一样 然后它不是那种薄萃形式的,就是正常奥利奥的那个饼干的厚度 吃一下 嗯,玫瑰口味吃起来怎么说 就你能够感受到它的那种玫瑰味 但是它的玫瑰味盖不过它那个奥利奥饼干本身的那个味道 就有一点冲淡玫瑰味的那种感觉 但还是有玫瑰味 跟平常的奥利奥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味道来说一般 喜欢玫瑰口味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OK,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嗯,这个是 蜜质红豆酥风味 是这样一文美人 小米人 它上面写的是 温平面有诗铃 玫瑰甩子 安红豆 木骨相似 芝不芝 红豆风味刺骨 便是宫廷常备 素有心之骨 芝雅鸣 除了甘饮棉软 甘饮吗 甘饮棉软的口感 更有象征爱情的美好寓意 过而常用于御膳嘉品之中 慈禧太后 尤喜 云豆卷 其中一味便是红豆风味 这个画风这个包装真的好华丽啊 然后我们 这个 蜜质红豆酥风味的外包装 上面写着 政界仆人 娃娃 这种宫廷的画风 好好看 天呐 故宫怜民 真的除了彩妆 连吃的都要人命 来 我们来看 我刚刚拆的 玫瑰口味 这个蜜质红豆酥风 红豆酥风味 它的那个饼干的外线 跟从外面上看来 跟玫瑰味 就是颜色浅一点 吃一个看一看 玫瑰口味 跟红豆口味 两个比起来选的话 我一定选红豆口味 红豆口味怎么说 就 它本身红豆的味道 那种香气就盖过了 那个饼干的味道 感觉很独特很独特 就 平时奥药里面吃到的那种感觉 红豆香味很浓 吃一口嘴巴里还有那种感觉 红豆味来说 是我比较喜欢比较惊艳的 可以买红豆味 OK 这是一个简短的 美食分享开箱 买红豆味 红豆味 我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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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